就是你的意思是說不要一直勾著它 可能就是要用提的部分 然後小心假裝的這樣練到後面 然後這樣會一直滑 所有手下的肌肉都有顧到 對 因為其實如果我們這樣 就是我們微彎的時候 手腕的角度要注意喔 很多人會這樣子 這樣會很吃力 所以我們其實微彎的時候 它的關節的角度都是往內的 這個會比較 對肌肉來講跟關節來講會比較好 好 那這是這種包 還有呢 來 有鞋背的那種呢 像很多高中生一背就背很長 對 就是跑到都是包膝蓋 他們覺得這樣比較帥 以前我們在高中生說包 幹嘛背到膝蓋來 對 到底為什麼 好帥 就是為了一個帥 所以是個莫名其妙 對啊 你覺得很低 可是那一看就這樣 像壞學生耶 對啊 才配個喇叭 可是其實最好差不多就到這邊 就是在腰 肚臍太短嗎 肚臍附近差不多就這個地方 就稍微可以撐一下嗎 對 一點點 一般來講我們好看側背 鞋背你應該是要到這裡來嗎 再長一點 所以就不時尚 屁股上面一點點 差別在哪裡 你到這裡跟到這裡有什麼差 一樣是力距的關係 對 就是我們實際上你會知道 就是我們做槓桿的時候 比較長的那個力壁 它實際上那個重量的感覺會比較重 對 所以我們盡量讓它的距離 你不可能到這裡啊 好像很醜 當然 不行不行 那是太貼錢的 真的 這不行 對 你好有到這 對 所以大約就是差不多肚臍的高度 對 如果再長的話 其實包括它會甩來甩去有一些撞擊 所以這是大約這幾種包的背法對不對 對 好 好 謝謝 謝謝 那肅清 你這邊這幾種包 你都有特地挑選過 肅清的也都很重 沒有 最主要是要特地挑選過什麼 就是因為啊 其實即便是 我們剛才講的原則 第一個是 其實你越大的關節 越大肌肉群它是越有力的 所以 最好理想的順序是像這種 最小的關節拿的要盡量少 比如說剛才的手提包 你端靠這個 然後往這邊來的是第二條 最好是後背對不對 可是即使是同樣東西還是可以選 比如說啊 很多人都選這個包 這個包其實它現在 一樣的 一樣的 你們一起去買的喔 這個包其實有新的五金 五金是比較輕的 所以你可以選比較輕的 它有不一樣的五金 你這個是新的五金嗎 對 重量不一樣 所以是新買的包喔 還好 有不一樣的 真的嗎 五金你摸這個 因為我裡面有裝東西 你要摸這裡 真的嗎 你要摸這裡 摸這裡 摸這個五金 就光鏈子 你要光摸鏈子 好像差不多 你看那個 少一點細一點 就是只有鏈子 你摸鏈子就好 然後第二個部分是啊 像剛才即使後背包啊 也希望它的袋子能夠寬一點 寬一點 著力一點大 所以有時候一樣是側背對不對 對 那像比較軟的 比較寬的 它是比較不會不舒服 比起那種 像剛才那個 它即使上間它 線條 你說照片的那個啊 照片包 照片包 你會發現它的袋子太細了 所以它會這裡 反而著力點很這個 它會不舒服 它會陷下去 對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你至少是它比較柔軟的 舒服的 然後它板幅是大一點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是我覺得 側背啊 剛才為什麼說很重要 其實 側背包啊 你一樣 如果能夠寬的 是比較好 就是受力點 然後這個可以調到為什麼 剛才說話 真的要短一點原因是因為 你會發現它更難 它的中軸 它的受力會在中軸 你可以用中間的力量 就把它挺住了 因為它剛好卡在這邊 如果你很常 它會越邊越邊越邊這樣 就歪一點了 所以你是可以讓它卡住 然後這個 也是一樣寬一點會好一點 好 然後最不理想就是 我這個不知道 當時發了什麼聲音 買它 這個包就說 它這麼大 然後它又只有單 單這個 單條的 已經很難保 又細 然後上間又很卡 所以這種包 不要嘛 你都買了 還那麼貴 這是私心風啊 私心風嘛 這個大概成為跟你那個小包 同一個牌子 對 對不對 這個應該也很貴 應該不便宜 如果當機買的話 所以大家就是 就算要追求時尚 也要有點理智 因為它那時候也一直 不適用 對 其實它沒有叫我 只是我們空在裡面的牽子 想抖 重要 了解 你一定要帶走它 你一定要帶它 但是不過很奇怪 就是你們女生在買包 好像側背包 側肩 這種你們是必備 對不對 一定啊 因為很方便 兩隻手可以出 對啊 所以如果以側背包來講的話 還是要符合剛剛我們在教的 不管是背法 還是說它的大小材質 那個要抓到原則 黃醫師 如果每個人都沒有 不是每個人都有貴婦命的嗎 就是有的時候就是需要工作的時候 大包小包 那有沒有可能 裝東西的時候 怎麼裝 會讓我們 就是減低我們的傷害 就不要裝太多啊 不可能 那有時候工作高跟鞋 化妝包 衣服 對 這個我對你們女生 我也是覺得很佩服 像亞蘭的包也是這樣 我說怎麼種成這樣 打開牙線也要 鐵盒子也要 鏡子也要 錢包也要 那所有的東西 那還要帶小孩的東西 對 因為你們男生都不戴啊 對 你們兩個手空空的出門 抱歉 抱歉 實際上 實際上 我們比較好的狀態呢 是你的包包 它是有夾層的 那一方面是收納方面 再來呢 是它包包裡面 實際上有不同的夾層 它可以分攤掉這些重量 因為我們會看到 如果說一個包包 它就是一帶到底 它會很多重量都是往下沉的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比方說手機 就放在手機的夾層 然後食物 就放在食物的夾層 水壺 就放在水壺的夾層 它就是平均分攤 對 它就平均分攤 所以當你在背的時候 它其實比較不會 有一個局部的重量 整個 對 整個下去 就很難亂塞 而且它可以限制 你不要拿那麼多東西 對 而且如果你的包包 沒有這種 就是很多隔間的話 現在外面有在賣 就是裡面 它就是 而且你換包包的時候很方便 你就可以整個 這樣換到另外一個包包 小包啦 就是一個收納包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它可以放東西 然後旁邊有隔間 這樣它就可以平均 這個也是比較方便 那也很方便的小物 好 但彭醫師 如果我們這個包包 這樣背到最後 像黃醫師在講說 可能有一些傷害性對不對 中醫有辦法 我們把它調養回來嗎 有 但是自己有點做不到 這多難 其實因為我們背包包 都是要用到我們肩跟背的肌肉 那我們中醫來講 其實人 我們整個陽氣最旺的地方 就在我們的背部 尤其是我們的脊椎 那脊椎怎麼保養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趴著 請別人幫你沿著脊椎來按摩 這是最後的保養 脊椎兩側還是脊椎那一條 脊椎這一條 它整個叫做我們的督脈 是我們身體認督二脈的交匯 脊椎兩側嗎 對 督脈是正宗 就是脊椎本人 它凸起的那個位置叫做督脈 所以督脈是陽氣最旺的時候 所以要按脊椎啊 怎麼按 可是它是骨頭 所以按的時候是旁開0.5寸 就差不多一公分的位置 對 一公分的位置 我們中醫叫做滑陀夾肌的位置 所以我們可以配合剛才那個活絡油 然後從頭到這個屁股的位置 由上往下 多做按摩 對 不用去捏它就是往下 對 就是輕輕的捏起 如果是小朋友的話可以稍微捏 那大人的話就是從上而下 這樣子用手摸 然後配合那個按摩油 然後旁開1.5寸跟3寸 其實都是太陽 膀胱筋兩個的穴位 所以其實3寸很好找 就是你的四根手指頭 這樣整個下來剛好就是3寸 那其實我們最簡單啊 就整個手掌或是整個這樣子 這樣子乳下來就都有了嘛 對 所以一般我們按摩的手法 背部就是我們會握個拳頭 一方面是在測量那個距離 所以就是脊椎在正中間嘛 對 然後我們兩個手就是 對 你的脊椎 哎唷 上明哥脊椎在這邊 對 還蠻明顯的這樣 也很直 所以我們兩隻手就是沿著脊椎 由上往下這樣子 然後就是做好幾次的這樣子 滑陀夾肌 其實可以上下的話 它局部的循環會比較好 然後配合按摩油 那如果真的沒有人幫你的時候 你就只好用吹風機 或者是那個淋浴的熱水 對 就是吹這個位置 整個油上往下 讓它局部的溫度比較 暖起來嗎 對 對 對 溫度增加的時候 它的這個循環也會比較好一點嗎 增加循環度啦 對 對 對 力度也不可以太大嗎 還是其實它輕一點比較好 你不要造成疼痛跟傷害 對 其實它的按摩手法 是按住然後往下 而不是滑 對 對 對 用滑的方式 所以它那個力道就是 稍微滑完 會皮膚稍微有一點點紅 應該會是舒服的齁 對 對 對 但是不可以像到刮沙變成歐層 不是 講得滿硬的 你有沒有做過 就是按大一點 做過油壓有沒有 油壓 就是那個意思嗎 就是舒緩 不是像我們這樣按腳底那樣子 對 基本上不會痛 而且用手比較不會造成傷害 有的人會用工具 那工具比較會硬碰硬 對 有的人會用刮沙板 或者是用一些什麼拔罐器 那個比較會受傷 對 痛 還是刮沙板 所以這個女性朋友 當然我們希望是有很多的行頭 然後站出去是大家的焦點 自己也很有信心 但是健康還是要兼顧 沒錯 趕快把包包的東西 稍微整理一下 稍微整理一下 對 趕快再去買新的包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